首相都市里安华今天早上在部城首相官邸召开内阁特别聚会 制定各部门的关键绩效指标 同时收集各部长上任一个多月后的意见反馈以及需要改进的事项 安华今天早上9点15分左右乘坐官车抵达首相官邸 出席这一场非正式会议 至于各部长8点10分左右先后底部 媒体则一大早就驻守现场 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早前表示 这一场特别聚会来得及时 因为各部长已经了解并熟悉部门事务 而这对于团结政府制定施政方向将能够发挥极大作用 1号码部长法米早前表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